哇 肉蠻坦的 真的 肉蠻坦的 說實在 大家好 說明嘎 又見面啦 我現在人在一個如絲如化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這裡 超級漂亮 這裡如果突然跑出一隻台灣黑熊 我也不太意外啦 那我今天其實有個企劃就是 釣到什麼 吃什麼 我想做這個企劃非常久了 我非常喜歡這種未知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看一下這邊的魚種 基本上有捲仔 還有無鍋魚 還有鯉魚 還有這種地形看起來 說不定還會有蘆蠻 不過這一切都是運氣啦 我是最希望有捲仔可以吃就好 然後今天的釣法 除了會用鹿咬釣法之外 可能會就地取材 可能翻翻石頭找一些西蟲西蟹來釣 這種一隻換一隻的感覺 我也想試試看 現在來到一個淺場 石頭比較多的地方 感覺那些石頭後面都有躲一些捲仔 隨便丟 隨便抽 有一些 愛生氣的捲仔就跑來吃我的耳 各位其實我覺得 在這種地方 不用釣到魚也沒關係 它在這邊整個就是舒服 整個就是舒壓 不過 反正希望可以釣到一兩隻啦 有釣到一兩隻 今天就完美了 這一次這個冰狼的釣到這邊 有沒有用 害我有瞎想 等一下把它收起來 這東西就不能亂丟 半夜如果走在那邊看到這會嚇到 各位現在是由我來釣的 要抓蝦子的時間啊 它可以抓幾隻跟手指一樣長的 哇那個最好釣 這隻大隻是不是 石頭蝦 好大隻喔 好大隻這個熬 出來出來出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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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今天應該 應該最大隻喔 哇 今天用它 十歲啦 大蝦換大魚 大蝦換大魚 嘿 抓到一隻 剛剛經過一份折騰 我抓到一隻很大隻的 我的 被手指頭一樣出來了 哈哈哈哈 剛剛抓到活蝦來釣 這個彈區 這東西翻來翻去的 感覺裡面有大貨 然後我的釣組 一個4B的咬牽 再一個1號管護狗 有有有 終於了 哈哈哈哈 出現 出現 我不相信你那隻拉得起來 會出現 最近剛剛那邊左捲仔 舒服了 有了有了 喔欸大隻欸 好大隻 有點大 40 有40 好幾隻過來搶 好幾隻過來搶 這一大隻 一下子都來了喔 對啊 喔喔 舒服啦 這是粗 哇 有啦 放給它飄 好漂亮喔 喔喔喔喔喔 漂亮喔 喔喔喔喔喔喔 我這隻帶了福 出福 出福 好爽喔 漂亮喔 漂亮喔 我剛剛會讓它飄 喔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漂亮 你有帶魚尺嗎 有 我有帶魚尺 好 這組可以可以可以 好放心 今天晚上要著陸了 今天晚上 靠它了 過得中了嗎 過得中了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漂亮 漂亮喔 一隻換一隻 好 OK 今天活蝦的訣竅就是 保持蝦子活性很好 然後 盡量讓它可以自由走動 如果要看起來是死的話 魚也不太會吃了 欸 中魚咧 有魚耶 我以為沒有魚 小隻的 太小了啦 小隻的 欸 掉地板 欸 掉地板 我現在就直接 給它把我的竿子帶走 我在拉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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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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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哈 爽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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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肥喔 這麼肥啊 很肥欸 今天大家有晚餐吃了 不用吃 還有宵夜可以吃了 來 等一下 快50 40 大概48左右 45 一樣45 可以可以可以 45 45啦 哇 剛剛那隻 拉力很強 我差點被他拉下去 那個醉魚乾 差點頂不住喔 大家可以聽到那個清脆的那個 朱先生 真的非常爽 這是 這什麼 這什麼 沒有啦 真的 他頭好平喔 對啊 中魚中 中魚中 活蝦一隻換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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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還蠻大的 結果這隻不大 ok的ok的 往前一隻 走 走 走 小隻的小隻的 欸 啪 啪 漂亮喔 OK 耶 是不是 吸掉神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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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一隻 來 來 來 好像還好 還歪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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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很反發 對對對 對 這個直接用什麼用的 喔 對對對 跳 滿多隻 是啊 滿多隻 我們一來跳 大的也跳兩隻 耶 超愛 欸 非常好 好 好 嘿 又來到本人最期待的環節啦 我們就來把它烤起來 個人非常喜歡這種 釣完魚直接把它拿來火烤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就來生火 首先在這裡也在生火 你需要一個 卡士爐 嘿嘿 有點廢啦 因為時間關係我怕下雨 怕生火剩太久 所以 直接先拿一個卡士爐來試試看 好 再來 你需要點火的媒介 來 就是這一包 這一包是我剛剛要上廁所 但是沒有用到的衛生紙 再來要生火 你還需要一個爐子 哇 堪稱世界第八大奇景 簡直鬼斧神功 嘿嘿 來 生火時間 來 剛剛稍微改造一下爐子喔 旁邊架兩個木頭 這整個看起來非常有感覺 所以從今天開始 頻道名稱改成野火部落 好 偷吃一口啊 偷吃一口 是甜的 肉是甜的 好了我煮好了 應該說烤好了 哇 真的看起來非常好吃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 台灣西流霸主味道 它到底是怎樣 先從它的背開始吃 哇 肉滿彈的 真的 肉滿彈的 說實在 不是西流裡面的運動 好吃 好吃 吃得出來 這是捲仔 昨天它老婆跟人家跑了 感覺到它 帶有一股悲傷的感覺 它的背 基本上是沒什麼吃 然後我聽說這種魚 刺是特別多的 那我建議要吃這種魚 盡量挑在45公分以上的 它們刺的排列度會比較散一點 我吃起來 的感受度上會比較好 嗯 就很好吃 而且 真的沒什麼 超收音 真的沒有超收音 然後我現在是 完全沒有加任何調料的狀態 吃起來就非常好吃 好 我現在吃貝吧 現在來吃吃看魚肚的部分 魚肚非常油 剛剛在烤的時候 油一直滴下來 魚肚部分我來啃一下 喔 這邊的感覺也不一樣 這邊有帶點油香味 加一點烤焦的味道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種燙烤的感覺 而且我到現在 沒有吃到任何一根吃 我這樣會不會太野啊 是不是也看起來有點野 你們要吃吃看 不敢吃啊 好 沒關係 如果我明天拉肚子的話 我再跟大家報告 我想應該不會了 多烤熟啊 我裡面還用紙燒的耶 被這邊 扎死 這個肉一扒出來 小天天都吃了 小天天都吃了 快吃吃看 真的說要吃比較多的地方 大概是在身體的中斷 中斷的部分 但是因為大隻的話 它的刺比較分泌 蠻好挑的 欸 出意外的好吃 意外的好吃喔 出意外的好吃 真的 以前都只是聽說 嗯 但是 今天終於 親身嘗試了 可以 什麼 煮熟了 可以啦 出事了 明天再跟他報告 出事了下一個場 你就在測試 大家不要亂吃 河邊的東西 最後呢 來給這個魚一個評分 嗯 我覺得1到10分裡面 我給9分 吃起來我覺得好吃 不過很可惜的是 它們的刺比較多 所以 沒辦法 大口很爽快的 一口一口把它們這樣吃下去 所以 要給它一個名字的話 我給它叫做 天堂的分相 啊 真的不錯 會讓人也有味精的感覺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最後來一個小叮鈴呢 就是大家 如果有像我這樣生火 或是野營之類的 記得把環境整理乾淨 環境是大家的 值得大家去守護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有想嘗試的話 也可以像我這樣嘗試一下 我是Omega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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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